我们看一下例27-28 第二年年末 他是这么做的 也就是我要实现连续编制 另外实际上是本年还有新的销售 刚才那道题不是简单吗 上期有存货 本期一点没卖 现在上期有存货 本期又有新的销售 我们先看上期资料 他说还是沿用例27-25 这个分路咱们做过好几次了 假公司上期向A公司销售商品2000 别的我什么都不考虑 这2000叫什么 内部销售收入 我一定要做出第一个分路是什么 借营业收入2000 代营业成本2000 那第二步不是把假设调成真实吗 往下看 成本是1400 说明加价了多少 加价了600 A公司购尽的该商品当期未实现对外销售 全部形成期末存货停 全部形成期末存货 那不是未售出的比例是百分之百吗 那就是用600乘以未售出的比例 第二个分路就有了 借营业成本600 带存货600 没了 那么然后后边是存货跌价准备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慢点 不用着急 就随着我的思路一点点去做 A公司期末对存货进行检查时 发现该存货已经部分陈旧 可边线净值是1840 我的售价是您的进价 您的存货 您的成本 实际从这个图也能看出来 我们上一期形成存货是2000 那么2000可边线净值是1840 不就说明您提了160的存货跌价准备吗 那么大家想一想 您个别报表提了160的存货跌价准备 我这么抓过来的时候 是不是意味着你合并报表 也就有了160的存货跌价准备 但是站在我合并报表的角度 我真真正正承认的成本是多少 1000 我真真正正的可边线净值 1840 我并没有减值 可边线净值高 是不是没有减值 说明这160的存货跌价准备 不应该在合并报表上有 可是我确实抓过了160 怎么办 给他反向抵袖 把这160就正常的给他进行什么 抵袖 借存货 存货 存货跌价准备160 带资产减值损失160 这是上期 你看后边就没有了 然后我们往下看 实际上本期资料 他是这么说的 假公司本期 这回咱形成习惯行不行 那有上期 有本期 你得把上期的分路逐个给我交代一下 咱先交代行吗 好 那我就先不往下看了 咱先交代 交代是怎么交代 借营业收入随一类项目 换成借年出未分配利润 代营业成本换成代年出未分配利润 这个分路可以不做吧 金额相当吗 第二个 借营业成本600随一类项目 换成借年出未分配利润 代存货换成代营业成本600 假设的第二年卖了 这是不是等于两个分路交代了 还有个分路没交代 借存货 那么存货对应的存货跌价准备不是上期的吗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步 底 七处 那就是借存货横杠存货跌价准备160 代方 资产减值损失那不是损益类的报表项目吗 应该换成谁呀 年出未分配利润160 第一步 底七初已经有了 而且上年的都交代了 我正说没问题吧 交代完了 咱们往后看看本年的 假公司向A公司销售商品3000万 不用往后读 您不是假向A销售3000万 这叫内部销售收入 我肯定要抵消内部销售收入 就会出现一个借营业收入3000万 代营业成本3000万 这么一个分路 没问题吧 好 接着咱们再往下看 就这么一点点读 永远不会落相 假公司销售该商品的销售成本是2000亿 为了以防万一 咱先算出来行吗 算谁呀 加价加了多少 加价加了900 有用没用 先把它算出来 A公司本期对外销售内部构进商品实现的收入是4000 这4000是什么 往外卖的 好像跟我没关系吧 成本是3000 其中上期从假公司构进的商品 本期全部售出 那本期全部售出还有没有未实现的内部交易随意 没有了 他说销售收入2500 成本2000 本期从假公司构进的商品40% 那么销售了40% 您能告诉我说明你有多少没销售出去 那不就60%没销售出去吗 我什么都不考虑 您这不是加价900吗 900的60%应该得多少来着 应该是得我们所说的540 我什么都不考虑 我这要借营业成本540 带存货540 虽然我写的复杂 但是你看经过我一分析 是不是非常非常简单 就成加价900乘以未售出的比例 60% 然后得到540 还可以怎么算 还可以用内部销售收入 乘以内部销售毛利率乘以未售出的比例 也能算出540呀 一样的 后边我给了个注释 这个注释 大家不用去理他 那么该说的我们都说完了 接着往下看 他说另外60%形成存货 其取得成本1800 期末可编现金值1620 你没发现我中间建了很多数 我都没有特意让你去记吗 不用记的 我让你注意的这个数就是可编现金值 1620 A公司本期期末对该内部形成的存货 记题的存货跌价准备是多少 180 因为上期的存货全卖了 这180肯定是本期的存货 咱判断一下行吗 他已经告诉你 其实你连判断都不用判断 但是咱们判断一下 本期实际上你是3000万的东西卖给我的 你的售价是对方的成本价吧 对方的成本是3000 成本3000有60%形成存货 说明他的存货是3000的60% 应该是1800 可编现金值是1620 那就意味着存货跌价准备是多少 180 这不是完全吻合吗 所以你不用徒增烦恼 他告诉你了 你直接用 没告诉你再单说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块分路 前边的这些分路 凡是我给你写的 是不是基本上都已经写完了 那我现在唯一需要处理的是什么 唯一需要处理的是存货跌价准备 那存货跌价准备不是三部曲吗 能再给我背一遍吗 抵七出 抵销售 抵 第一步抵七出照着左边原缝不同超的 咱们不用说了 第二步我们是不是该做抵销售了 那大家想一想 你上期的存货本期全都卖出去了 那本期全都卖出去了 是不是等于是又有销售了 有销售 您个别报本做的是代库存商品 借存货跌价准备 到几主营业务成本 你几占了主营业务成本的名额 那既然你销售了 我就要把几占的名额给还回来 那就应该是借营业成本 您上期提了160的存货跌价准备 全都卖出去了 您的存货跌价准备正好几占了 营业成本的名额是160 所以借营业成本160 因为您个别报本做的是 借存货跌价准备充减 可是我压根都不承认 你弹核充减就把充减的分路反向的给它转掉 代存货 存货跌价准备160 这不底期出有了 底销售有了吗 好嘞 那我想问大家一下 当时占有一个借存货跌价准备160 这有一个代存货跌价准备160 这俩分路一做存货跌价准备对期出来说是不是就没有了 所以说我们做完这俩存货跌价准备没有了 还有最后一笔是底查额 底查额一定要一点点考虑 先告诉你从个别报本抓过来的存货跌价准备是多少 你从个别报本抓过来存货跌价准备 铁定是本期的存货跌价准备多少 180 因为上期的已经没有了 所以个别报本抓过来的存货跌价准备应该是180 对吧 那第二步 我问你合并报本承认的存货跌价准备是多少 那大家琢磨一件事 合并报本承认的存货跌价准备 你得用真正的成本跟真正的可编先进值去比 上期的存货本期还有吗 没了 所以我真真正正的成本应该是本期的 咱们可以看一下呀 你本期实际上 这不是本期资料吗 你本期真正的成本是2100 你不是2100的东西卖了3000吗 2100 2100因为我卖出去40% 我真正的成本应该是2100的百分之几十啊 应该是2100的百分之六十 没卖出去才能形成存货吧 应该是1260 你的可编先进值是多少 可编先进值已经告诉我是1620 二说明什么说明我不应该怎么着 不应该提存货跌价准备 虽然不应该提 可是你真正从个别宝宝抓过来的存货跌价准备就是180 那我结论什么 就把这180给他充减掉吗 所以就应该是借存货代替存货跌价准备 180 代资产减值损失 抵期出抵销售抵查额 这么抵永远不会 而且绝对不会丢相拉相 该做的都做完了我可以给你从头捋一下 你看这两笔分路做了吧 这笔分路做了吧 这个也做了吧 该做的就都做完了 所以这么做不会拉相 但是大家注意教材举的例题太简单了 教材举的例题都是要不上期的东西本期一点都没卖 要不上期的东西本期全卖了 那不是太简单了吗 所以我在这给大家补充一个例题 我补充这个例题啊 实际上主要是要给大家讲地言所得税的处理 那有人说你跟教材的例题难度有啥区别 听好了 等我讲完后边的内容之后 我会再给你举个例题 上期没卖的东西本期卖了一部分 本期构建的东西本期也卖了一部分 还有地言所得税那道题会更难 我是在后边第九节讲完了给大家讲那道例题 所以我们一点一点的加码 大家随着我这个给逐渐的加码 然后把这些题弄坏了就行 实际上他就是抵了两年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然后后边我会再给大家举一个例题 实际这个例题因为为了避免出现逆流交易 所以我给了一个顺流交易的这么一个例题 讲完这俩例题 这节就算结束了 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例题 别着急 我们一个例题比一个例题难 最后我讲到的难度一定是跟注册会计师考试难度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这道题 假公司以2万万元购入乙公司60%的股权 假定属于非同控的企业合并 这是我补充的题 我编的题 2014年12月 假公司向乙公司销售一批商品不含增值税的价格1000万 慢点 就凭这句话 我可以做第一个分路了 做什么 借营业收入1000 代营业成本1000 一个分路已经有了 那么第二步 您不是1000成本是800吗 先给我写上加价多少 加价200 一会儿也许有用 货款至年末已经收到 他告诉你 以公司购入商品当年未售出 未售出 那不是未售出的比例100%吗 那就用加价200乘以100% 就得到第二个分路 借营业成本代存货 第二个分路不也有了吗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他说已知该存货的可变现净值990 我的售价是您的存货 等于是我卖了1000您的存货是1000 您的存货是1000 您的可变现净值是990 不就等于是意味着您提了10万的存货叠价准备吗 您提了10万存货叠价准备 我抓的这张白纸上的存货叠价准备 不也是18吗 可是我得问一件事 您这10万的存货叠价准备能不能保得住 那我就要问一下 我承认的真真正正的成本是多少 承认的真真正正的成本是800 承认的可变现净值990 那就说明成本低 站在这张大白纸的角度 我根本不应该提存货叠价准备 可是你却从个别报表给我抓过了一个10万的存货叠价准备 我是不是应该把这10万的存货叠价准备给他怎么了 充减 借存货代替存货叠价准备多少来着 10万 代资产减之损失10万 那么如果你再往前看的话 实际上2014年的数据该有的都有了 可是最后他告诉你一句话 假公司和乙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25% 说明这道题是要考虑什么 考虑地盐所得税 那么要考虑地盐所得税 咱就得研究一下了 大家看一下这 第二个借营业成本200 代存货200 慢点 如果存货的账面价值跟计税基础相同 您现在给我代存货200 不就账面价值减少200吗 而税法不承认合并报本的任何处理 计税基础保持不变 收入小成本高 我算出的利润是负的 能告诉我负的叫什么差异吗 负的叫可抵扣差异 可抵扣差异 我们应该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 所以就会有一个借地盐所得税资产 那不就是用200乘以税率25%吗 我想问他也想 这200乘以25%得50 代所得税费用50 没问题 那么这个25%是假公司的税率呢 还是以公司的税率 有人说了 假以公司都一样 没错 假以公司的税率都是25% 但我要问你一下 这200是如何形成的 是在这张大白纸上 你带了一个存货200形成的 没问题吧 这张大白纸上是谁在编 母公司假在编 谁编合并报表 是不是谁就应该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呀 所以在这儿 我们就确认一个地盐所得税资产 这儿实际上我们用的是假公司的税率 不是 这是第一步 没了吧 好 再看第二个 您当时是不是个别报本 提了10万的存货跌价准备 慢点 这10万是站在以公司的个别报本 您提了10万的存货跌价准备 那我就问你一下 您提了10万的存货跌价准备 是不是您在个别报本就确认了10万对应的地盐所得税资产 这肯定没问题啊 你想现在站在你个别报本的角度来说 如果你的存货原来账面价值跟寄税基础一致 是不是你提了存货跌价准备收入小成本高 我算出的利润是负的 是可抵扣差异 我以公司自己就确认了一个地盐所得税资产 那大家想一件事 对以公司来说 当我把你所有的数据抓过来 把存货跌价准备抓过来 是不是同时把你地盐所得税资产也抓过来了 可这很遗憾的是 我确实让你站在这张白纸上了 但是您忘了一件事 忘了什么事 我合并报表 根本不承认你抓过来的存货跌价准备 您这十万抓过来之后 我是不是给您反向抵消了 那既然存货跌价准备反向抵消了 是不是跟着存货跌价准备抓过来的地盐所得税资产 也应该给他反向转回 这没问题吧 好 所以在这就会有一个分路是什么 带地盐所得税资产 那是十万乘以百分之二十 这是谁的税率 以公司税率 你的存货跌价准备 你肯定根据你的税率 确认的地盐所得税资产 我抓过了多少 我转回多少 所以这是以公司的税率 那么借方是所得税费用 这事还挺怪 你发现了吗 这是借地盐所得税资产 带所得税费用 这是带地盐所得税资产 借所得税费用 其实这俩我是不是可以综合做一笔啊 那综合做一笔怎么做呀 你看这是二百乘以百分之二十 这十乘以百分之二十 是不是我可以用一百九乘以百分之二十 能得到47.5呀 这俩方其一捏 那不就等于五十减去2.5 就应该变成借地盐所得税资产 47.5 带所得税费用47.5吗 很简单吧 实际大家注意 我说一句话 将来不论你是合并报板新生成的地盐所得税资产 还是从个别报板带过来的地盐所得税资产的转回 往后我不再特意区分 你看一下 实际上这俩的罪亏祸首都在存货 凡是存货在带方的会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 存货在借方的会转回地盐所得税资产 那就应该是我盯着存货的带方 就是我该确认的数 这不带方二百吗 这不借方十吗 所以带方就变成了一百九 我这直接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一百九的百分之二 所以做内部销售这一块 只要你给我盯着存货的带方 而且知道存货的带方是你应该确认的数 如果出现借方给他做差乘以百分之二 用这种方法的前提是 两个公司的所得税税率是什么 相等的 如果所得税税率要不相等 你要分别确认 分别转回 两种方法我都跟你说过了 一定税率相等 直接盯着存货 带方是确认 借方是转回 一做差就是你该补计的地盐所得税资产 没了 2014年的分路 我就说到这 然后我们看2015年的分路 他说2015年已公司将上年所购商品全部售出 怎么那么缺德 他就说了一句话 我们做了一大片分路 您就记住 这个存货全部售出了 我不管你售没售出 我是不是要先交代上年呀 一个一个交代呗 借营业收入换成借年出未分配利润 贷营业成本换成贷年出未分配利润 借贷都是年出未分配利润 可以不用做了 借营业成本换成借年出未分配利润 贷存货每次都在告诉你换成贷营业成本 然后存货对应的存货跌价准备 借存货代替存货跌价准备时 贷方资产减值损失 换成贷年出未分配利润 这叫抵期出 然后第二步 您不是上期的存货本期全卖了吗 给我抵销售 第一步是先把挤占营业成本的名额 还回来 因为你上期提了十万的存货跌价准备 本期全卖了 那么这十万都挤占了营业成本的名额 都还回来 另外 您当时个别报表不是做的代库存商品吗 借存货跌价准备 到底主营业务成本 您是充减了存货跌价准备 我不承认你的充减 我给你反向的写在带存货横杠存货跌价准备时 慢点 您这有一个借存货跌价准备时 在个带存货跌价准备时 是吧 存货跌价准备就没有了 肯定就没有了 这是第二个 抵什么销售 那么然后 我前边这些分路 我就不再给大家写对应分路 我直接按照汇总的来说 这不是借地盐所得税资产47.5正常写 代方所得税费用应该换成什么 年初未分配利润47.5 这还是在交代什么上年的 但是我有两个分路还没来得及说 为什么有两个分路没来得及说 慢点 大家想一想 您的存货都卖出去了 既不会有未实现的内部交易 随意也不会有什么 也不会有存货跌价准备的转回 是不是意味着您地盐所得税资产的余额应该是零 对吧 可是您上期确认的地盐所得税资产是借方的多少 47.5 我如果期末要是零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应该充减47.5啊 那么充减47.5 那不就应该是代地盐所得税资产47.5吗 借什么 借所得税费用47.5 没了 记住存货卖了地盐所得税资产一定要给我归为零 大家这笔分路最容易把它落下 所以你用我教你的方法会更简单 用什么方法 每次都盯着存货 咱们往前翻一下行吧 首先 这有一个借存货 多少 10 这有个贷存货 10 借贷都是存货 10 那存货不就没有了吗 再往后压根跟存货都没关系 所以存货是零 我确认的地盐所得税资产的应有余额也是零 这样你能想起来做这笔分路 提出47.5就冲47.5就完了 当然你可以这么合并的冲 你也可以这么一步步冲 为什么一步不冲 首先你是不是2015年全部销售 不存在未实现内部交易随意啊 您当时因为这个未实现内部交易随意200的存在 您确认了一个地盐所得税资产50 现在没有内部交易随意 是不是要把这笔分路给我做成反向呀 带地盐所得税资产50借所得税费用 另外 您当时因为充减了存货跌价准备 您充减了地盐所得税资产2.5 现在没有存货跌价准备了 是不是意味着你要把你充减的地盐所得税资产给我转回 这俩一捏也能得到47.5 但我不介意大家分开写 分开写特别容易做 把这俩过程给我忽略 原来讲个是我经常不讲这俩过程 但是很多同学说 老师你只讲做题不讲过程 原理我都不会怎么办 我把过程讲了 你是不是听得更糊涂 但是我要求大家直接给我盯着存货就可以 没有存货的时候 就不应该有地盐所得税资产 就这么简单 但是这道题还差一问 那有人说差在哪了 实际上存货跌价准备 咱不是三部取吗 抵期出抵销售 你一定要形成习惯 给我考虑一下抵查额 一定要形成习惯 甭管它有没有 你验证一下不会错 抵查额怎么做 个别报表的存货跌价准备是多少 个别报表没有存货跌价准备了 全卖了肯定全转了 个别报表抓过来的存货跌价准备是零 合并报表应该有多少存货跌价准备 合并报表实际上存货跌价准备 因为存货全卖了 合表的存货跌价准备也应该是零 那么个表是零 合表一下是零 所以就没有查额 我就不用再抵了 这三步抵基础抵 交授抵 插额 我就都说完了 这道题是我特意给大家举的这么一道有关地盐所得税的题 后边我补充的这道例题更难 这是我们这节的一个极限 也就是说考试是我觉得考内部销售的题最多最多是到这种程度 我还是那句话 中间有很多过程我给你写出来了 但是这些过程我不再要求大家掌握 我也不再说 我说的越多你越糊涂 你在这就借着我这道题听一个最完整版的内部销售 看看它是什么情况 最后如何 中间这些过程你自己想看 也就是说你就跟我说老师我就想知道原理 那你可以去看 但中间的这些很复杂的过程 我就不再给大家说了 我只是按照做题的思路 毕竟我们是为了应试 我把应试的这块内容该说的给大家说到了 我们看一下这道题 假公司是乙公司的母公司 所得税税率为25% 1617年发生如下业务 16年乙公司从假公司购入多缺德 乙公司从假公司购入 那不就是假把东西卖给谁啊 乙 A商品100件每件售价多少来着 10万 停 可以做第一个分路了吧 100件每件售价10万 那不是内部销售收入就应该是1000万吗 借内部销售收入1000万 带营业成本1000万 一个分路有了 单位成本是7万 慢点 单位成本要是7万 是不是一价加价多少 一价加价3万 您可以算出总加的价 也可以知道我有多少没卖出去 不也能算出未实现的内部交易随意吗 当年乙公司对外销售70件 慢点 您卖给他100件 他卖出去70件 您能告诉我他有多少件没卖出去吗 那不就等于是有30件没卖出去吗 一价加价3万 30件没卖出去等于是3乘以30得90 借营业成本90 代存货90 慢点 这有个代存货 马上讲到你一定要做一个借地盐所得税资产 但我们别找机组 他说当年A商品每件可变现净值为8万 这道题在交代你什么 首先您个别报表您的成本是多少 我的售价是您的成本 我每件售价是10万 意味着您的成本是10万 10万乘以您没卖出去的件数30 您的成本是300 也就是在您个别报表您的成本是300 那我问一下 您个别报表的可变现净值是多少 可变现净值一件是8 30件没卖出去 可变现净值是240 在您个别报表上 您认为成本是300 可变现净值240 您曾经提了60的存货跌价准备 没问题吧 这60的存货跌价准备 我拿手一抓就抓到这张白纸上 这是个别报表带过来的存货跌价准备60 那我要问一下 站在我合并报表的角度上 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上 我真正承认的成本是多少 真正承认的成本是最初最初的7块 7块有30件没卖出去 成本是210 成本是210 可变现净值是240 说明可变现净值高 我并没有发生跌价准备 那没有发生 可是你实实在在从个别报表抓过来一个什么 60 可是我并没有发生存货跌价准备 我就要把这60在这张大白纸上给它怎么着抵消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会借存货代替存货跌价准备60 没问题吧 代方式资产减值损失60 那么该说的说完了 2016年还有别的吗 没有 但是他不是明确告诉你所得税税率是25%吗 您要确认地盐所得税 地盐所得税如果代存货 我是确认地盐所得税 那要借存货呢 充减地盐所得税 咱们就看一下存货吧 不就说盯着存货吗 代存货这有个90 代方90 然后这个借存货60 代90 给你画个钉字杖 代90 借60 你的存货不是代方的30吗 代方的30 那就是确认 所以我就借地盐所得税资产30 乘以25% 叫7.5 代所得税费用7.5 还有吗 这回可真没有了 至于说中间这些挨个的描述 你喜欢研究原理 您去研究 前面我给大家讲过 在这我不再说 所以2016年的分路已经就说完了 咱们看2017年 再看2017年之前 我什么都不看 我要做一件事 要形成习惯 是不是要把2016年的分路逐个交代一下 咱先交代行吧 好 首先第一个借营业收入损益类项目换成借年初未分配例子 带营业成本换成贷年初未分配利润 这个分路可以不做 我每次都在提示你 那第二个 借营业成本换成借年初未分配利润90 贷存货换成谁呀 存货假设卖了换成营业成本 这是我们第二步 那第三步 这不有个借存货横杠存货跌价准备60吗 把它照抄 代方 资产减值损失 换成年初未分配利润60 这叫抵 七出 给你写大一点 叫抵 七出 对吧 抵完七出 咱就该抵什么了 抵销售了 往后看一下 2017年已公司对外销售A商品20件 至年末库存A商品10件 慢点 我上一年库存30件 就因为库存30件 我提了60万的存货跌价准备 您现在卖出去20件 是不是您应该截转 60万的30分之20 你应该把这货存货跌价准备给我截转 这么说没问题吧 你这60万是30件的 我现在卖出20件 那不就等于60万乘以30分之20吗 所以第二步就是我们所说的 抵销售 这儿首先把你挤占营业成本的名额还回来 这是60万乘以30件分之20件 这回知道我这道题有多难了吧 然后这是40 代方存货代替存货跌价准备 把你充减的存货跌价准备 我就不承认 所以给你转回来 这是第二步 抵销售 那么除了抵销售 第三步我们还有一步叫抵 这个抵差额呀 我们一定要一点点看 先看个别报表的存货跌价准备有多少 所以大家注意 我今天把这个例题比去年改的简单多了 就按这三步 抵销售 抵差额 先看个别报表的存货跌价准备有多少 大家看一下2017年还剩10件的存货 慢点啊 10件的存货 每件可变现净值是6 那就说10件乘以6可变现净值是多少 60 可变现净值是60 我能问一下吗 在您个别报表的账上 我说的很清楚 在您个别报表的账上 您成本是多少 您不是还剩10件吗 当时我卖给您的售价是您的成本 我的售价是10 您还库存10 是不是意味着成本是多少 10乘10的100 我成本是100 而您可变现净值60 是不是在您个别报表上累计 还有存货跌价准备几时啊 40 所以第一个数就有了 你个别财务报表的存货跌价准备是多少 40 第二个 我还得知道一下 您合并财务报表应该有的存货跌价准备是多少 那么合并报表真真正正承认的成本是最初最初的几啊 7 7乘以10我真真正正承认的成本是70 而可变现净值我真真正正承认的可变现净值是60 那就是成本70可变现净值60 那不是成本高吗 高几啊 高10 在那合并报表的角度上我承认的可变现净值是10 慢点 大家琢磨出一件事来了吗 您个别报表抓过来的存货跌价准备一共是40 而我合并报表应该有的存货跌价准备是10 那就意味着我应该充减存货跌价准备是什么 30 我应该充减30 没问题吧 这是应该 那我得看看您已经充减了多少 那大家想一想 这已经充减的不就是底七出抵消兽形成的吗 你看 首先底七出时您这充减了60 没问题吧 充减了60 而抵消兽您这又转回了一个40 如果您不会 我教您个更笨的办法 您把存货 横杠存货跌价准备给我画个钉子上 七出是借方的60 再看一遍啊 七出是借方的60 然后本七是什么 带方的40是不是借方的20 存货跌价准备在借方表示充减啊 那么存货代替存货接价准备 这儿不是借方的20吗 说明您这儿应该不是已经充减时 应该是已经充减了20 慢点我应该充减30 你已经给我充减了20 说明我还应该充减多少 还应该充减10啊 所以借存货代替存货跌价准备10 代方资产减值损失10 这么做不用再算其他的 把个别报表抓过来的存货跌价准备 给我算出来把合并报表应该有的存货跌价准备给我算出来 这俩的差额就是你应该充减的数 应该充减的数有了 在考虑已经充减 已经充减的就是把原来的存货跌价准备 抵期出抵销售的 这不是借房二十吗 表示充减了二十 说明本次还应该充减几啊 十过程就不给大家说了 那么实际上到现在为止 我们并没有算完 你把存货跌价准备该说的都跟我说完了 是不是咱们该交代一下地盐所得税资产了 地盐所得税资产 实际上大家看一下 你期初做的是借地盐所得税资产 是不是第二年正常交代借地盐所得税资产7.5 代方所得税费有换成代年初为分贝利润7.5 没问题吧 这是期初有7.5 我别的什么都不考虑是不是我地盐所得税资产 期初有个7.5 我得算算本期的应有余额是多少 每期的应有余额 我每次都在告诉你盯着谁啊 盯着存货 存货的代方是你应该确认的 那咱就把存货都给他过的盯子上上 到底看看他是不是代方可以吧 好 当中第一个分路看 这个没有存货吧 这个没有存货吧 然后这有一个借存货多少 60 先记住 借60 然后这没有存货 然后这个代存货40 借60代40 把这两数先过上 那就是借60代40 另外这好像有一个借存货几啊 借存货10 完了吗 没 实际大家注意 在你考虑地盐所得的资产的时候 是不是您得考虑一下什么 考虑一下您还有多少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 这个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怎么算 就是用加的内部分价乘以未受出的比例 咱们看一下 你存货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您这不还有实践吗 您当时一件加价是几 一件加价是三 那实践就应该是多少 30所以借营业成本30代存货30 所以我就给你验证一下 你不要急于做其他的 地盐所得税资产一定是所有分路做完了 最后一个做他 如果你前面做你的数值是不对的 你看这个贷存货30 把这30给他放在这 那么30放在这 大家看一下借方是70 贷方是70 那存货是多少 0 存货0怎么着 存货0就意味着你地盐所得税资产的应有余额 应该是0乘以25%得多少 说0 可是你期初有地盐所得税资产7.5怎么着 充减7.5 所以带地盐所得税资产7.5 借所得税费用7.5 这回才对 到现在为止这道题就做完了 为了怕漏了咱们再看一下 所以做这道题的时候不要着急 第一个分路和第二个分路是把上年的分路先给我诸葛交代 只不过有存货的我们换成了营业成本 然后把存货跌价准备的期初给我交代 这样抵期初 然后如果要有地盐所得的资产给我盯着存货 确认一下第二年正常交代 然后抵销售 上年的存货如果本期销售了 给我恢复营业成本挤占的名额 代方存货代替存货跌价准备 如果没有全卖您针对多少件存货 30件提了60万的存货跌价准备 我现在卖了20件就是乘以30分之20 这叫抵销售 抵完销售如果您画一个钉字上就能知道存货跌价准备减少了多少 然后抵查额把核表应有的数算出 把个表已经抓在霸白纸层数算出来 这就是应该充减的金额 已经充减了多少 剩下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抵查额 存货跌价准备就完了 然后把假设调成真实 那就是为世界内部交易随意 我单独确认 最后一步 把所有的存货该过借方过借方 该过代方过代方 如果他要是代方的 说明他应该确认底岩所得税资产 借方应该转回 无论你是确认还是转回 要考虑期出已经有多少 多了给我冲 就像这道题少了给我补 那么到现在为止 就意味着我们第六节所有的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到现在为止 最后一个例题 完全能跟我们考试的难度平衡 所以我是一点一点再给大家加盲 再复杂的题也是由简单而汇总起来的 把基础知识掌握住剩下的内容 你很容易就能理解 这一讲我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